你这样的日子过多久了 一年啊 一年啊 其实不止一年 因为过去的几年 都是我在处理这件事情 你看08年到现在整整10年 我是大概有五年 我的日子是活在这样子里 但是那五年我们还有一些资金 因为我们有外借给别人一些钱 就是那时候有钱的时候 人家一直来借 有一些好的会还一点 就是还有一些钱 但是不能跟以前比 所以他已经不太习惯他的生活 比如说我们回来台北的时候 我就说我们去搭捷运 我不坐捷运 坐计程车 我说你现在什么状况 我说那我就逼着他 然后我走路 我不走路 我就是要搭计程车 今天看这现象就是最后你要决定 他已经是这样 那你要决定说 那就是个破落的少爷嘛 然后我已经疯到 我去看前世金生 你知道吗 因为香港很有名的那个隐姓 就跟我说我看你这样我很难过 因为他是香港人 我们香港人圈子很多贵妇很熟的 我带你去看 然后那个前世金生 他在台湾专门帮一些名流看 他就说你前世啊 因为你前世修了他 他说在那个年代没有修夫这件事 只有修妻 你修了他 所以这一次他来报复你 你也信 你当下你什么都信好不好 去补挂你也信啊 人家讲到什么你就觉得 好像是这样 信了可能会让自己舒服一点 那我想说 好吧 那就当他来报复 那我也该还完了 我也像刚刚律师讲说 对 每个人都说你决定 那我决定我就是跟你要赤了嘛 那当我跟他讲说 那是我们就这样分了什么 那就要采取动作 那那个房子700万的房子 其实也值台币大概两亿 那难道没办法解决财 700万 对不对 因为那个时候 还有一个房子在比佛利山庄 你都不了解有钱人的事件 对 他们其实的投资是很多 你知道他那个倒下来 你知道雷曼兄弟事件 是打垮很多 其实台湾是小 那他们还负债吗 我们没有负债 这个就是他最厉害的 他说我再怎么样 我没钱我千万不负债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 所有的东西能够补的干嘛 能填的就这样子 那对事情就好解决了 你至少没有负债 两个人就过穷一点的生活啊 对 但他过不了 那他没钱 那怎么叫过不了 所以他就选择了到珠海 因为那个朋友也是个富商 他就住人家家里面 他就选择一直逃避啊 他以前是说 你寄生活费给我 我后来说我寄生活费 我们家已经 你自己要分两地 我没办法寄生活费 为什么你没有帮我寄 你来这里都有通告费啊 我不要活吗 不要过日子啊 我也有开销费啊 对啊 那我就跟他讲 他就去跟那个朋友说 那他就跟那个朋友调 因为他的智商很好 但他的EQ是零 所以他有一些脑子做生意的东西 他提供给这个人 那这个负伤就是 那个负伤就为什么会就让他住他家 他的生命力抗压力不好耶 没轮啊 我一直以为他抗压力很好 就没有想到他逼到我 一个完全没有抗压力的人 变成我能抗压 没错 那你过去五年 有没有以泪洗面过 当然有啊 跟人家根本不敢讲电话 一讲电话 你要是今年年初发通话 我给来过这个 我可能从头哭到这个节目结束 没关系啊 我们就让你散散收拾一下 我已经可以了 因为我的朋友说你好厉害 他说以你的个性 你早就那个 他说没想到 他说你还可以这样撑着 好像就当没有事吧